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李一峰家倒塌后 商场员工加班拆海报 粉丝抽空拍照 吃得很开心 有一个笑话取笑他 有人称其未见一丝争 笑话是这样说的 明明一番可以顺风顺水 无力却要闹 最后归无所有 双引号 毕竟 端子手存在于外界 与他有真正联系的只有他的粉丝和他的品牌 仅仅过了两天 李一峰就从顶流中掉了下来 仔细看李一峰事件的时间线 就成了路人甲 如果您仔细查看时间轴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华鼎奖也取消了最佳男演员称号 母校转英也取消了荣誉校友称号 一是相关微博被最高法院 学习力 华鼎奖 金英奖等删除 随后该节目被央视中秋晚会删除 否则被书丢失 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 随后华鼎奖也取消了最佳男演员称号 然后央视 李一峰去世后 这还没有结束 商场加时拆海报 粉丝抓紧时间拍照 但我能和朋友一起享受愉快的用餐 一流的李一峰不仅拥有不错的影视资源 而且商业代言也相当可观 过去 他代言过十余个商业代言 包括奢侈品牌 Preda 六福珠宝 以及欧莱雅 京东面慈安 真国力等 在北京警方举报李一峰多次嫖娼后 这些品牌在博客上宣布取消与李一峰的合作 并在网上删除了相关资料 只是在线删除东西很容易 而离线删除东西需要您手动执行 一次一项 因此 要求主人在假期加班 与李一峰有关的任何和所有材料的销毁工作 已在全国大量零售点启动 没过多久 上面的人依旧笑容温柔灿烂 但很明显 他们已经进化成了不同的人 加班加点 六福珠宝终于把店内外张贴的关于李一峰的海报全部撤掉 曾经宽敞的窗户现在完全裸露 反映了粉丝们的空虚 当然也有一些动作比较慢的 还有那些还在进行中的 所以粉丝们趁机合影 李一峰代言的手表品牌店门前的巨幅海报 格外引人入胜 粉丝们在海报前合影留念 纷纷表示不合照就没有机会 他们还说 以前每次上班都会想 你怎么这么帅 李一峰很快就会因为新海报的到来而成为过去 而这幅海报目前正在运输中 另一位女支持者也晒出合影 称自己是艺术品挂断时第一批冲过来拍照的人之一 家里有李一峰的海报 大小从很小到很大 刚开始想的时候 我可以直视前方 但现在我不能 很显然 李一峰家的毁坏 不仅对品牌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对粉丝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李一峰本人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 首先 在被拘留后 有人拍到他和朋友出去吃饭的照片 在整个用餐过程中 人们看到他笑容满面 发表轻松愉快的评论 给人的印象是他完全不受喧嚣的影响 即使在他被告知的那天 粉丝们也发现了他一直在网上玩电子游戏 并且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证据 看得出来 粉丝们对李一峰还是挺不满意的 连粉丝们都感叹道 大家好着急啊 你在网上玩了几场 我当时安慰自己 别担心你的心理状态 双引号 事实上 对李一峰不满的不止这个粉丝 此次房屋倒塌后 几位网红纷纷站出来批评李一峰 其中一位自称是李一峰的前女友 两人在分手前已经相恋三年 他们的关系 既然李一峰已经是外行了 显然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毕竟 房子已经分崩离析了 我不怕他再分崩离析 因为他已经发生过一次 然而 粉丝们并不相信这是事实 因为在他们看来 房子倒塌是事实 而公司存在多年却不是事实 即便是在这么晚的时候 他们也在竭尽全力维护李一峰的名誉 不仅因为他是他们曾经的童年偶像 更是因为他代表了他们的青春 李一峰家的倒塌 让他们不得不向自己的青春做最后的告别 不少粉丝将手机里的李一峰照片撤了下来 几位想和十年后的粉丝李一峰说再见的人 也发来了长文 青春只有一次机会 青春期过得太快了 在李一峰的房子倒塌之后 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公众人物有责任树立一个好榜样 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追随他们的人的钦佩和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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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